您的餐點已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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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吳宇 今天很榮幸可以來國際書展 就是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今天其實主軸還是在我們的保險法 保險法考試相關的 所以我想應該也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保險法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因為如果說這個考科是重要的 我們再來講一下應該怎麼多 尤其是哪一些考點是特別重要的 今天再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好,那我覺得保險法重要性 其實我們可以從它的配分來說起 也就是說以法研所來講 它就是占1 3分到1 4分 正大配分是稍微少一點 然後占到1 4分的分數而已 好,那瘋狂所的話甚至會占到1 1 2 1 1 那所以說以法研所來說 保險法它的重要性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啦 因為大家準備法研所的時候 是一定要讀保險法 不過大家可能比較會有疑問的 會是在我們國考的時候 那國考的時候大家都會說 那我保險法就是只配25分啊 我為什麼要去讀它 根據我自己的研究 我覺得今天這算是一個很核心的重點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補考雖然它只配25分啊 但是根據我們的觀察 它其實 呃,在給分的落差還蠻大的 如果你有機會掌握到它考題的 其中一兩個真點的話 其實它在25分裡面啊 可以給你15分以上分數 但是萬一是針對這個考點完全不懂 哦,你有一點不知所云的話 很容易它只給到5分或是6分 好,那這麼十分、十來分的分差呢 其實會成為我們是否能上榜的一個關鍵哦 但實際上我們花一點點時間去準備 你就很容易可以從5分6分變成16、17分 哦,所以保險法呢 其實是有它的重要性在的 大家不要被它的配分所迷惑了 再來保險法哦 如果我們剛剛談完重要性的話 接下來就應該告訴大家說 好,既然這樣子的一個科目 它是具有重要性的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準備這樣子的一個科目 哦,那根據我們自己的觀察啊 還有統計 其實保險法近幾年的考試啊 大概是73的一個比例哦 就是傳統真點 它會考差不多70% 那很偶爾大概是三成左右 它是會出一個比較新進的一個真點啊 比如說去年思慮的考試啊 我們就出了保險金的相關議題 哦,它就是屬於一個比較新的裁定 那學說上面也是比較新的討論 所以新進的整點雖然不常出現啊 不過我們也要一併去準備 那在準備的方式上啊 還是建議大家我們先掌握傳統比較基礎的整點 哦,那我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啊 我們的念書的概念應該是慢慢去疊加上去的哦 因為很多新的概念或者是老師們新的paper 其實呢它都是從舊的概念延伸出來的哦 可能是因為有新的判決了或者是有一個新的議題了 它才從舊的地方再延伸出來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舊的真點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的內涵是什麼的話哦 那很有可能你對新的東西也會一致半解 那要呼應今天的主題 其實保險法的準備啊 我個人的話出了兩本書嘛 兩本算是工具書啦 就是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這兩本書大概應該怎麼去做使用 然後還有一些寫書的這個心路歷程啊 比如說我們這一兩個月 我們要呈現的是關於保險法的解題書 我們的書名是保險法有解 OK 那保險法這本解題書呢 其實會有寫這樣子一本書的一個動機哦 是因為我自己在當考生的時候 我在練習題目有遇到比較多的困難 其實呢我自己遇到以保險法來說 我遇到比較大的困難會是 有時候一本書的它收入的題目太多了 包含比如說太過於冷門的真點 或是同一個真點它放了複數的題目 就是這本書如果收入的題目太多 對我來講會有個時間上的壓力 或者是效率比較低落的情況 所以說題目這件事情啊 我們在設計保險法解題書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握一個原則哦 就是一個真點 我們就只放一個題目 因為其實只需要一個題目 去針對一個真點做理解 我們就能夠建構出一個完整的答題模板了 所以其實針對同一真點 我們不需要在書裡面放太多一樣的東西 因為一樣的東西 我稍微放個類題的題目 我給你一些指引你就能夠自己練習了 所以說題目太多 其實當時對我來講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點啦 再來是很多人會希望一本書啊 它有很多的功能 就好比我們當時以思慮為一個考試的志向 但是在過程中我們還是會針對 比如說調查局 書記官等等的考科 去做準備去做練習嘛 也會去報名這樣子的考試 那就有同學反應說 有時候啊書裡面的解答他寫得太困難了 啊是不是我只有考法院所才能用 是不是只有考司法官才能用 那其實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呢 我們在書裡頭做了一個還蠻特殊的設計 就是我們的這個答題的模板啊 其實我們分成了兩套 第一套呢 就是我們會先去寫說 比較基礎通用的一個模板 比如說我考四等的時候 三等的時候我就能用了 一套模板 它對你來說負擔不會太大 因為內容不會太過於堅設 就是一個通用好記的一個逆答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考思慮 或者是你自在法研所的考試的話 那麼我也會在底下多加一個更深入的內容 所以所有的答題層次 我們都是不斷的這樣子去疊加上去的 那這一本書最大的好處就是在於說 好你從五六月的考試 從調查局你就能用 再來你要進入到思慮的時候 你已經有一個非常不錯的基礎了 我們在這個地基上面 我們再加上新的內容 它的功能性其實是非常強大的 一整年度的有關於保險法的考試 其實你都能用 那我們在書裡面其實做了這樣的設計 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再來就是像我個人的話呢 是以傷法組財心法組為主嘛 那有一些其實比如說刑法組 或是工法組的學弟妹 他就會跟我聊到一件事情是 他其實沒什麼心力去準備傷法 因為他們時間上可能會來不及 或者是完全沒碰過傷法 不知道怎麼樣去做準備 那關於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是在書中設計了一個答題的模板 答題模板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針對這一個真點 你應該呈現的答題架構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會告訴你說這個標題怎麼開 那下面呢 標題一標題二 你應該去討論什麼樣子的真點 那在真點之下 有哪幾個見解 你應該要去呈現 所以說如果你是非傷法組的考生啊 其實透過模板的這個協助 你也可以很快的針對真點去理解他 而且在考試上 你會知道你應該要寫什麼東西 那就呼應我最一開始講的 如果你在保險法這樣子的一個科目 你完全不知道寫什麼的話 老師們就是給你各位書的分數而已 但是你知道你有模板之後 你知道大概呈現哪些內容 你的分數基本上就是15分開始往上跳 那這樣子的一個模板呢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我在考試前啊 我在考試前我要複習保險法的時候 書裡面已經幫你收錄很詳盡的真點了嘛 但是關於這個真點 你應該怎麼呈現 我可能沒有辦法從頭到尾 一個字一個字 去把所有的名字去把它看完 因為已經是考前的時間了嘛 那我就可以翻到最後面關於模板的部分 我稍微幫自己想一下 比如說針對句實義務說明的一個真點 他的肯定說大概是什麼內容 我的答題架構就是告訴你 一寫肯定說 二寫否定說 那我在複習怎麼複習 我看到有肯佛兩說 我自己腦海中跑一下 到底肯佛兩說的內涵是什麼 如果你都能夠理解 都能夠記得的話 那麼這一題你就算是過關了 那如果呢 你看到肯定說 你怎麼忘記有否定說這件事情 那就很簡單 翻回我們前面的擬答 因為擬答可以告訴你 你針對否定說 你應該呈現 比如說就兩三行很簡單的一個內容 你也好記 也方便的複習 然後也不會太多 因為每一個擬答其實都是經過我們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去檢查 怎麼樣呈現是最精簡 但是也不會詞不達意的這樣子的一個呈現方式 那再來答題模板 還有最後一個優點 包含我們前面提到的 還有通用的擬答 或是比較進階版的擬答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可以很好的幫助你在考試上去呈現更好的應變能力 什麼意思呢 今天這個考試如果他考的沒有那麼難 那我就寫前面這個通用基礎的模板就好了 那如果我發現 今天在思慮的考試 他出現比較困難的一個議題了 針對同樣的一個整理 他要考的比較深入的時候 我就把我一開始讀號後面這一段東西把它加上去就好 這是針對難易度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很好的調整 再來其實我覺得這個答題模板有個很棒的功用 是針對時間的調整 有時候呢 你其實想要呈現的東西會非常的非常的多 那你就會想一路從通用的模板呢 寫到進階的這個理答 但是當你發現你寫到保險法的時候 時間已經不夠了 這時候是不是我們就可以隨時把東西抽換掉 我們就把進階的東西拿掉就好 所以你有一整套的模板之後啊 你想要寫什麼 你想要怎麼呈現其實都是非常自由的 那不管是時間或是考試難度的這個調整 你都能夠做得非常好 所以呢 其實模板是適合所有背景的考生啊 不管你是功發柱 神發柱 或是上發柱也好 其實都能夠給大家蠻大的一個幫助 關於這個我們解題書的這特殊設計 大概分享到這邊了 而不過其實在寫解題書的時候 就是非常多的這個故事啊 因為一開始這個書版社跟我邀狗去寫一本保險法解題書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抗拒的 因為我覺得解題書它你要呈現的東西啊 內容是非常多的 很常時候我們針對同一個真點的 其中一個說法 我們就要去翻好幾本不同的書 才能夠呈現最完整 而且最精準的一個答案 所以其實寫解題書是非常困難的 那我自己當時的話呢 是強迫自己 每天把自己關在這個圖書館裡頭 大家在玩樂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自己關在圖書館 然後就是早上陪著館員一起開門 然後陪著他一起下班 大概就把自己關在圖書館兩個月之後 才有辦法呈現這樣子的一本書 所以其實這本書的話呢 我認為我算是很非常的用心啊 那就是說他呈現內容也足夠豐富 那對於就是要考這個國考啊 甚至是研究所考生應該都能夠提供 非常多的幫助 那甚至呢其實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壓力其實還蠻大的 很多時候是我已經躺到床上準備要睡覺了 忽然想起白天有一部分的寒色 我覺得我寫的不夠漂亮 或者有個地方我突然覺得 是不是還可以再更好 所以經常半夜爬起來 就趕快再去改一下今天白天寫的內容 或者是隔天再去改前一天寫的內容 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們在陪伴在較高的過程 還是不斷的在做修改 所以其實對於這本書我是還蠻有信心的啦 他呈現的東西呢一定是他的整點一定夠廣 而且我們呈現出來的內容一定足夠精準 一定可以在考試上幫助大家 好 那其實針對我自己寫的寫題書 分享大概是到這邊啦 但是呢今天既然有這樣子的機會 其實我跟出版社說我們可以安排一個 我針對自己在考思律考研究所的一個經驗 跟大家做一個比較廣泛 就是讀書方法上的一個分享 那當然適用於基本上是各個科目啦 其實我以我個人的這個學習歷程來講 我不像其他老師可能是一路以來都非常的優秀 從頭到尾都是拿書卷獎這樣子 我自己在大學的前段 其實成績並不是那麼的影響 很多時候我其實沒有辦法都會亂通啊 或是對於課程的態度其實不是那麼的好 那當時我的成績甚至是要從後面數過來的 所以我媽第一次收到成績單的時候 其實也是嚇到啦 就是還奇怪這個人不是說要念法律系念那麼久 怎麼去念念成這個樣子 其實他們也是很擔心 不過呢 就是一直到後面大三大四有拿過書卷獎之後啊 才比較有掌握到這個讀書上面的一個技巧 所以如果你認為你不是一直以來典型很優秀的學生的話 其實我接下來要分享的這一套方法 也許可能會適合你們 我覺得在念書的時候啊 念書其實是一個過程 其中呢又分為兩塊最重要的地方 一個就是輸入一個就是輸出嘛 輸入就是呢我們怎麼去讀書 我們要先把所有的知識呢都灌到我們的腦海裡面 然後之後才會去做輸出嘛 所以呢其實就是在這兩個階段的流程呢 你都要去掌握一些事情 比如說在輸入的過程中 我們應該重視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你對於整個書呈現內容的理解 還有它體系應該是怎麼願意做的 在讀書的時候啊 我看過蠻多學生告訴我說 他又把這樣子的一個真點背起來了 但是他跟我說他把東西背熟了之後呢 其實我會有點呆聲 因為以現在的考試來說 他很多時候他不是一個傳統字式化的一個真點 老師們很喜歡在題目中稍微做一些變化 但是這個變化對於只會背書的學生來說 就會很致命 因為他就是被這些東西呈現上去而已啊 結果你題目改了 那他應該怎麼辦 所以對於理解一個真點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而就是你要知道為什麼他會有 比如說我們面對一個真點 我們要培養的應該是先有個問題意識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你知道問題產生的原因之後 我們再去看很多的書 他告訴我應該怎麼去解決 那針對不同的解決方法呢 他背後的成因是什麼 為什麼他會採取這樣子的一個方法去做解決 那為什麼否定說又不認同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當你在腦海裡頭跑過 就是你徹底的理解這樣子的一個真點之後啊 基本上你就再也忘不掉了 那不管他在做出什麼樣子的變化 你都能夠從最核心的 比如說我們的法理基礎 比如說他背後真正本質上的一個原因 去做推敲 那如果你能夠在念書 特別是輸入的過程之中 如果能夠培養這樣子的一個能力的話呢 其實在面對現在變化這麼多的一個考試啊 你會比別人更有心得 我相信成績一定會更好 這是關於輸入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我自己在念書的時候啊 其實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這個小時光 就是我們在輸入的時候呢 其實你不只是學生 你更應該要把自己想像成你是一個出題的老師 針對這一個真點你想要怎麼出題 你會在哪裡設下一些限制 會想要考到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度 當你把自己當作是老師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開始發現自己的盲點 講簡單一些啦 就是大家在念書的時候 你是學生要吸收知識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有出題的權利的話 你會想要怎麼出 你會想要考裡面的哪些內容 你的層次你會怎麼樣去做編排 那當你自己能夠想出一個題目的時候 想必解答對你來說也是非常的簡單 這個東西其實在我在學過程中 幫助我非常多啦 我最喜歡去猜測這個老師會怎麼考 所以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一個訓練 讓現在在 就比如說給大家一個考題的方向的時候 會稍微比較精準一點點 所以還蠻推薦大家這樣子去做練習的 那再來是關於輸出 我們輸入完之後就要開始練習輸出 那輸出的話我覺得第一個最重要的其實是時間 我的時間的分配就好比說你在練習一個題目的時候 你應該要自己去做計時 自己安排你一個比如說25分的題目 你能夠寫多久 那練習配分練習配時這件事情啊 其實它非常的重要 應該要從我們第一次練習的時候就慢慢開始養成這樣子的習慣 為什麼會這樣子跟大家說要盡早養成習慣這件事情呢 因為我看過一個蠻慘痛的一個這個案例 就是他一直到考試前才決定 那我在每一題旁邊都寫上我能寫到幾點幾分 結果呢因為我們很多數人都是數學不好才能念法律系嘛 他最後一題他在旁邊竟然寫12點10分 他對自己非常寬容可以寫到12點10分 但其實12點就手卷了 所以他在計算時間上其實就變得不是那麼精準 因為他根本不習慣這樣子的一個練習模式 所以才會建議大家時間是最重要的 那你在練習的時候就要盡早養成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不要到考試前才突然想要這樣子做 再來輸出的話其實 呃我們看到一個題目的時候啊 我都會建議我的學生說 你應該要先去看一下你的答題架構怎麼安排 我們在閱讀題目的時候呢 閱讀完你抓出真點之後 自己先去想一下你這樣子的一個真點 你應該怎麼呈現 於是我就會很簡單的開個標題 譬如說有理由啊或是無理由 底下我就寫第一小點肯定說 第二小點否定說 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我等一下在考卷上大致上會呈現怎麼樣子的一個內容 那全部都排好之後 我再從頭到尾順過一遍 因為呢其實非常多的 會在博考出題的老師 其實都有跟我反應過一件事情 他覺得現在的學生答題的分數為什麼不理想 因為他們在思考上太過於跳躍了 就是說他並沒有發現他中間其實漏掉了一個環節 他沒有去檢討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他是後面這個東西的前提 那你怎麼可以自己去設定說他就是符合的 所以說我們邏輯太過於跳躍的時候 老師們會覺得那你就是不夠細心 不夠你的邏輯不夠缺密 所以從以前我們的學長者就告訴我們說 你在答題的架構上 如果你可以鋪排的比別人更緻密 更綿密一些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然後越綿密其實你的分數就越高 因為老師在閱讀的過程中 他的思路是跟你一樣順順的一起過去的 不會有一個太大的一個跳躍 所以在練題的時候 答題架構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你們可以透過不同同學之間的討論 去看一下為什麼我這樣子安排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安排 有時候其實沒有對錯 只是哪一套可能比較適合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或者是比較適合這樣子的一個考試 所以其實透過討論的話 大家都會進步蠻多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在考試上老師們有反應過的 就是大家對韓色的功力 我之前有一國同學在考試前 才在問我什麼東西叫做韓色 我實在是非常的害怕 那老師們會反應的就是說 他並沒有在題目裡面 去做完整的一個韓色 比如說這樣子的一個真點 他應該要符合三個要件才能夠成立 結果題目給了你非常多的資訊 希望你可以針對這三個要件去做說明 去做韓色 結果他沒有 那這三個要件他就直接告訴老師說 通通都符合 那這樣不是非常的奇怪嗎 就是他完全忽略題目給他的資訊 然後自己講寫什麼就寫什麼 那老師看到這樣子不韓色的答題內容 其實心情也就不太好 然後給的分數就會稍微低一點 那所以呢 其實大家在練題的過程中 也要去練習看看你自己韓色的功力如何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 好好的利用題目給你的資訊 而不是你自己多加上去的資訊 就是題目給你什麼 你把它湊到你應該要有的過程要件 是不是能夠順利的就完整的都有講到 其實這樣韓色的一個功力在考試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練題的時候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那關於我們練題上看到題目的所有的小技巧 有一些人會準備不同顏色 像我自己同一都用黑色 去把題目裡頭比較重要的資訊圈起來 比如說他的業務員有不實的行為 我就圈起來 那拉出來去寫 我這裡等一下應該要討論什麼整點 比如說這個業務員假他做了一個詐欺 或者是幫這個被保險一起騙公司的一個新聞 我就圈出來 拉出來可能我就會去寫保險法64條 比如說業務員的這個告示受領權 我就知道我等一下應該要寫到這個真點 我就會先拉出來寫 這是我自己的方式啦 不過有些人比較氣心的話 他會準備兩三支不同顏色的筆 去把它圈出來 比如說紅筆就圈他認為最核心的真點 那藍筆的話可能他會去圈 等一下我有時間應該要去討論的一些真點 他就會分不同顏色 但是這裡也不建議大家就是 準備太多顏色的筆 因為當年我在考材料法研的時候 我隔壁的同學準備了一盤彩色筆 他有七八種顏色 就不斷的影響我 一直以為我在考美術班 你知道嗎 就是有非常多顏色筆 那我看他自己到最後考卷也幾乎都沒寫完 其實題目你去把重點圈出來很重要啦 但是也不要因此而影響你自己 算是一個小小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然後再來其實有同學會跟我反映說 他在考試前非常的容易緊張 那我覺得其實緊張是正常的 只是誰能夠比較不緊張就能夠表現的比較好 這裡的話呢 其實我有一個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啦 在考試前呢 如果你要避免緊張的話 你一定要讓自己很明確的知道 你考試前一天前一週前一個月 應該要看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是在我們輸出輸入的整個過程中 我們應該會去統整一個屬於自己的筆記 也就是說如果大家能夠做到 書越念越少這件事情的話 在考試前我們基本上就不太容易緊張了 比如說你在考試前兩天你就是知道 好那我準備這一本五到十頁的小小的筆記 我就帶去考場看 我知道我只要把這五頁看完就算是複習完了 有一些同學他可能很容易緊張 他就一口氣要背著十幾本書 又不是在搬家 那就會非常辛苦看他在考場移動 我都很想幫助他 所以說不用那麼辛苦 而且他又很容易緊張 他會覺得這本書沒有翻完 是不是我等一下考試就完蛋了 其實完全不用 你在輸入之後輸出之後 你就是整理一份屬於你自己的筆記 告訴自己我考前一周就是把這二十頁複習完 我帶去考場的就是這三到五頁 我複習完了我就進去面對這場考試 其實你就會開始慢慢的不緊張了 因為你很明確知道自己考試前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好那剛剛有提到所謂關於筆記這件事情 其實筆記的話因為我們考試的題型也分 主要分兩種嘛 第一個是選擇題的部分 好那選擇題的話呢其實這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其實選擇題的考試啊 我當時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檢討完整張考卷 比如說私立醫師的選擇題之後 我會把他考過的東西 全部在我的法條本上用眼光筆 就是把那一條畫起來 比如說保險法第16條他考過我就把他畫起來 好那經過了我練了5年啊8年的考題之後 我的法條本上面基本上就有近幾年參考熱門的一些徵典了 那這本書這本法典就可以很輕易的 幫助我在考試前去做一個復習的啊 比如說我在醫師前一天 我就是把我所有的小六法翻過一遍 那我只翻那些 近十年有考過的這個法條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在最後對我選擇題的分數其實有蠻大的一個提升啊 基本上都可以很穩定的在筆試率錄取升級高50分左右 所以我認為這個方式呢可以幫助你比較好的去做一個復習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關於深論題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以準備深論題來說啊 解題書是一個蠻好的朋友 因為解題書的話他就是有非常多的徵典 他幫你收錄的已經非常詳盡了嘛 那針對這些徵典呢我要去怎麼複習 我只看答題架構的部分 那我當時標題是這樣子開的 解題書的作者告訴我應該開什麼樣子的標題 底下應該討論什麼樣子的一個徵典 不是不同的見解 我就只去複習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複習架構之後我心裡頭想的是我看到就如同剛剛我所說的 我看到肯定說的時候我就去想一下 肯定說底下到底有什麼內容 如果我能夠想得出來 那表示我對於這一題是完全理解的 我就可以趕快跳去下一題了 所以關於深論題的部分啊 如果你要整理筆記 我非常建議你用真點式的整理 你去整理這個真點底下有什麼樣不同的見解 那簡單去整理就好了 因為很多人會花太多的時間去把自己的筆記做的 很精緻 但是其實呢 簡單就好 你自己能夠看得懂最重要 所以呢 關於選擇題問深論題其實都有一些這個技巧啊 可以提供大家在做筆記的時候 那個一個方式 好 那再來其實針對考試的話呢 我覺得還有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想法啊 就是你要很隨時注意一下自己的身心狀況 因為本人的妹妹呢 就是在這個念心理系的研究所啊 她特別提醒我今天要來這裡提醒大家 就是說大家在考試的過程中啊 還是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身心狀況啊 心情不好的時候多少朋友聊聊天 或者去從事一些你喜歡的這個運動啊 或者有些興趣等等 那像我自己的話是非常喜歡打球啦 那我就會覺得說在考試的過程中 如果我可以保持一個運動的習慣 其實對我整個準備考試的精神啊 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有些人會問我說 從過去的考生啊 變成現在以前參考書的作者啊 或者是講師在心境上有什麼樣子的一個變化 或是人生產生了什麼樣子的一個改變 最多人說的是啊 好像以前當考生都在花錢 啊現在可以來賺大家的錢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是想法是不太對的 就是其實我們當了老師之後啊 大家可以問每一個浮教老師 其實我們都花了非常多的錢在投資自己 基本上啊那個我們的終點費下來 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再拿去買書 因為我們要編新的講義 我們要提供給大家更多的內容 所以當老師其實真的蠻辛苦的 那再來就心境上其實有一個蠻大的轉變是 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啊 我只要很簡單的對我自己負責就好 甚至我的爸媽也不會就是說 一定要我應接就考上了怎麼樣 我只要對得起我自己就好了 但是呢現在當了作者跟講師之後啊 其實壓力變得更大了 因為我呈現出來的內容 一定都要對得起大家 一定都要是正確的 那不然一個不小心就準備上一丁卡 所以就是說 當了作者之後心境上的轉變 其實還蠻多的啦 就是要負更多的責任 好那其實關於今天的分享 就是一開始著重在這兩本書嘛 關於保險法文章樹欄 那還有這個保險法尤解這本姐弟書 的一些創作的心路歷程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啦 那後面我們有一些時間呢 所以我們就是針對整個考試的方法 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啦 現在在買書的你可能是考生 但是明年就跟我一起當同事 我們來繼續來教書這樣子 其實都是有可能的 呃很多人會覺得 常在考試的過程中覺得自己做不到啦 或者是他書都讀不完啊 怎麼辦之類的 那其實呢 當你的感性大過於理性的時候 都會跟我的學生講說 呃你越是覺得自己做不到啊 你的感性面已經太過強大的時候 你越應該要保持理性 你覺得你自己書讀不完 會不會只是一個錯覺 請你冷靜下來看一下自己 到底哪些讀好了 哪些沒有讀好 好好的就安排你的計畫 其實當你越趨於理性的時候 你的感性面就不會再一直影響你了 那麼我想在考試的過程中呢 你如果能夠成為一個情緒更加穩定的人 其實你在考試裡頭是有非常多的優勢的 包含比如說你看到第一題不會寫 有人就慌張了 有人收書包就跑了 但是如果你心態比別人穩的話 你可以寫完三題 再回來好不好去思考第一題 所以其實在整個考試啊 練題的過程中 大家對於整個自己這個情緒啊 或者是說這個心態上面的訓練 也是非常重要的啦 好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就祝福大家啦 就每天吧 該做的事情做好之後呢 都可以等待這個成就的到來 OK 那就祝福大家考試順利 謝謝